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今天公布第三名副市长人选 由原副秘书长张温德升任 判为台北市成为未来之都的愿景 增添主力 研考会主委于政华则升任副秘书长 即日起生效 也感谢市长的支持跟提息 那这次的任命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旅程碑 也是一个莫大的责任跟挑战 在我深知在市府团队的各项努力的成果 都有端赖于我们市府团队共同分工合作 在每天力行的工作里面 逐步扎实的为市政奉献 那我可以在这个职位上面 协助市长稳健踏实的推动 各项市政的推动 同时呢带领了市府团队 在各项领域的推动上面 让更多的成果 可以让市民有所感受 感受到我们的改变 跟我们的努力 副局长之前 历任内政部的参事 国家驻渡中心的执行长 也在新北市 当过这个都庚处的处长 以及陈湘局的副局长 在那之前呢 也在台北市历练过 所以呢是这个国家中央 跟地方历练完整 并且呢在双北都有治理经验 并且在过去的工作绩效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是能够纵观全局 整合协调的能手 那也因此呢 和政府的东西来公布 我们的副市长的人选 张温德被问到 如何与另两名副市长分配工作 市府发言人也对此回应 我在这个职位上面 包含了未来跟两位副市长 做紧密整密的分工合作 在市长的安全之都 运动之都 跟未来之都的愿景之下 我们会协入市府团队的同仁呢 把我们例行工作的 跟我们施政愿景目标 所要达成的各项里程碑 努力的展现在市府同胞面前 那在安全之都的部分 包括任性城市 包括各种工程跟防灾 其实我们的理事丹副市长 中文周知是当中的 就是说全国范围内的交流者 那也会持续来督导 跟推动相关的业务 那在这个运动制度的部分 那重点是活力 包括文化教育 社会等等的 这种软性的实力的累积 那这些呢 一样是由我们的林副市长 来进行相关的推动 那这个张温德副市长 包括在这个未来制度的部分呢 其实本来包括人工智慧 在相关的程序 市长说过很多次的 Founder Friendly City 跟AI Driven Smart City 都会使张副市长 在本来傅秘署长的任内 就已经在协助规划推动 并且在副市长任内 也会去来进行督导 张温德在副秘书长任内 协助降温城市 任性城市的规划 也负责2023跨年晚会 2023登会等大型活动的维护计划 资历经验都相当丰富 上任副市长后 预计推动创业家友善城市 与人工智慧驱动的 智慧城市等政策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利用外骨骼系统 让患者进行肢体关节活动训练 这次获得台北生技奖 跨越合作奖同奖的 辅导科技所推出的 关节活动训练机器人 透过轻量专业训练模式 及可视化回馈 协助患者复健 我们辅导科技是全台湾 第一家在智力做从研发到生产制造 还有销售的外骨骼机器人公司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 是数据导向的外骨骼机器人系统 这一台小小的主机呢 就可以协助患者进行 他的动作力量评估 然后给予正确的训练 那透过这样系统性 而且是数据化的训练呢 可以协助我们像是 骨科术后或者是神经损伤的患者 进行复健让他们恢复激励 还有让关节的活动度更好 在台北市长角万安亲自揭晓下 2024台北生技奖五大奖项 及今年新增的特别奖 台北生技之星获奖企业一一出炉 角万安表示台北市具有生意产业发展 所需要的高端人才 创新研发及资金融通等关键条件 欢迎所有生技企业来台北设立据点 一起成为生技台北最强战队 我想在全球蓬勃发展的生技产业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年我们生技产业带来全球的产值相当的高 2022年就有将近1.3兆美元 那预计在接下来到2028会来到2.4兆美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而且持续薄膜发展的产业 在台北市我们有时间理学中心 有21家生技相关的育成加速器 我们也有30所生意相关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 所以我们有丰沛的人才 充裕的资金 也有相关研究发展的量能 所以我们是大力的来支持并且推动生技产业 那另一方面台北市我们目前总共大约有580家生技产业 那每一年所创造的产值 大家一定想不到有2700亿 那另一方面我们产业局相关的奖补助计划 对于生技产业的投入 我们累计也投资170个生技产业的计划 那总投资金额也都超过了2亿 所以种种这些我们会持续的协助生技产业 特别不管是跟研究机构 学校以及和产业端这边嫁接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 江湾更以日前参访美国生技产业重镇波士顿的经验 希望台北市政府能作为桥梁 带领优秀生技团队到国际进行交流 进一步协助生技产业不见全球 大家知道波士顿在生技产业的发展 目前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而且它是目前汇聚最多生技产业的聚落 都在波士顿这整个大城市周边 当然它得力在很多包括大的药厂都设在这里 所以包括我跟吴市长 包括跟他的团队 包括他们相对应的产业发展局 我们都谈到很具体 未来带领我们台北优秀的生技团队 到波士顿跟他们有具体的交流合作 迈入第21届的台北生技奖 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超过1600件 机优产品技术参赛 并选拔出273件得奖产品 颁发总奖金超过1亿元 台北市参业范局期盼 持续鼓励企业及学术研究单位 投入产品开发及迹转合作 共同开拓全球生技市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知名YouTube节目主持人泱泱 全身穿戴的都是可循环的资源 像是上衣裙子包包 都是支援循环再生的质感产品 他出席环境部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 举办的2030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 分享自身支持环保的行动 皮群的话呢是优质龙的皮群 然后这个的话呢不是用动物皮革 它其实呢是用我们的凤梨叶的纤维 这个是凤梨叶做的 对对对对纤维扎料做成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弹性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平常的话 股价算是越是高高一点啦 我大概要穿快L号 但是它这拿给我是M号 我可以穿小1号 而且我觉得不会很紧风 就是非常有弹性 上衣呢比较特别 它是用维收的宝特瓶 哦这个宝特瓶做的 对对对对 没有错吧 对对对对 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很神奇 因为宝特瓶给我一种就是塑胶 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穿起来材质 会有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透气 但这个材质非常的柔软又透气 它是清甜吐挺的 哦对对对 然后它的材质就是 感觉很像皮革对不对 但它其实是用 很像皮的 但它其实也是另一个环保材质做的 OK 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就觉得说 现在很多厂商都是用一些 资源循环在利用 就甚至有一些 像现在也蛮多时尚品牌 可能都会回收一些衣物 然后再做一些利用 就可能回收回去之后呢 还可以再制成新的衣服 我自己是从自备一些环保用品开始 我觉得非常的好上手 像我自己的话呢 因为出门像是采买一些日用品啊 或者是说食物很爱吃 我就会自己自备环保袋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好上手的 就是每一个人出门就是自备环保袋 我觉得有时候是连我 就是不一定觉得今天会消费 我都还是先自备 因为有时候可能要装什么东西 帮忙带什么东西 其实小小一个 再拆开来打开来用 非常的方便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像我常常外景工作 那如果像是出木耀的外景 然后跟台哥一起的话 我们我都会自备水壶 因为其实我们外景的话 可能就需要常常喝水 那自己的话 我就自备2000cc的那种大水壶 那就是一天就可以 直接用那个水壶来装水喝 其实现在如果说 我说我这个是recycle的 反而会变成一种特色 所以我其实很多的场合 我都会来穿这个东西 不过我也必须说 以前有些这个东西 它做的没有那么的时尚 臭霸 但是现在越做越时尚 越精致越好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潮流 展览集结52个单位 展出国内外资源循环 新创服务设计及产品 像是可重复循环使用的地毯 上衣衬衫 还有用废气磕壳 制作的扩香石茶具等 从源头改变产品设计 也考虑产品不使用后 如何再循环 同时减少自然资源开采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安心的使用 所以我们有做这个生物可分解 这种是生物可分解 那它呢就是除了回收纱以外 它还做了另外一个加工 它就是让这个化纤的原料 也可以生物分解 然后我们再加上它是 不管是棉或是竹纤维 或是其他就是电燃纤维 它都可以结合以后 做的更舒适的布料 然后穿完了以后 它其实是透过掩埋 透过掩埋以后呢 它可以分生物分解 没有掩埋的时候是不会分解的 那生物分解以后就是会滋养土地 然后植物再生 然后将来很可能就是 我们会是植物纤维的化纤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循环 循环经济过去呢 大家可能做得很辛苦 没有市场性做不出来 未来未来我保证 我们一定会发展的会更顺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静零碳排 里面呢很重要的一项 除了说我们有各种的电动车 电动工具之外 这种所谓简碳的工具 循环经济 有的排第二名 有的排第三名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大概占了二两层左右 所以我们要做2050静零碳排 绝对不是说大家家里面 冷气少开一点 拔插头等等 这个东西是比较简单的 生活检碳 其实循环经济是每一个人就可以做的 例如说我的东西 我可以延续它的卧命 我就不用买那么的多 我减少这种快食上的这种医务医疗 这个都是一点点第一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产业体系 做得出来 就可以创造很大的效益 所以其实这个循环经济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 那目前呢 这次的活动呢 有五大产区 我看到好感动哦 我希望我 呃 今天过后 因为今天实在太忙了 我一定会在趁这个时间 晚上偷偷来看 你们不要找我 我会愿意帮各位站台 帮各位拍照 但是呢 不要造成轟动 因为今天人太多 但是我一定会偷偷的跑来 因为我常常偷偷摸摸的跑来 然后 希望大家能够来重视 那我们环境部呢 跟志愿学院署 其实很努力的 在几个方面 例如说在这个 能资源的循环 还有我们废气物的循环 或是说 各种的这个 原物料的这个 能够在处理的三大的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有一些策略 其实它也要一个资助啦 我上面讲的一个绿色设计 能资源循环 还有这个废气物能够再畅通 因为这几个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废气物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分化 这个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不过这个里面呢 还是需要从法治的角度 能够来帮助大家 甚至在整个金融体系 或是说我们整个生态系的打造的 之下能够才把这个产业能够勃勃起来 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一定会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过去我知道 各位有很多的新创 有很多文创的点子 我有 我们在环境部 我当院部长之后 已经跟他们讲了 以后环境部 我送的各种的礼品 都要找各位的东西轮流来 能够来 至少我可以拿来送给大家 我到国外去也会 拿这个各位的东西送给大家 展览举办至今已是第五届 去年展出兴超过5200人逛展 显示民众对资源循环的认同与支持 这次展览也延续举办 历届最受亲子欢迎的首座活动 欢迎大家来台北车站共享盛举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长期关怀弱势族群的基督教借财总会 首度发表青年社会影响力调查报告 公布2017年到2023年青年赔力领域的服务成果 透过多元青年赔力 帮助经济弱势青年 青年来总共就业辅导1431人 有953人成功进入职场 超过67.1%得以改善生活条件 也让青年勇敢追梦 相信自己有翻转人生的机会 希望自己可以持续精进下去下去 然后可能有一天可以自己开一间 就是类似咖啡厅 然后可能就可以跟街菜总会合作 然后他们有些青年想学类似餐饮类的东西 可以回馈他们 提供给他们一个场地 可以办个讲座 温馨关怀的环境这样子 我觉得是同理心跟 就是问题解决的能力这样子 像同理心的部分 就是我以前可能 比较不会顾虑到别人的感受 甚至是别人在讲什么 我可能就比较没有注意 听他话中里面的话是什么 但是自从上完这个课程之后 那我会更仔细地去思考说 我的朋友他讲的那些话中 带的意思是什么 以及也会去了解他的生活 跟他的一些私人的一些 比较内在的东西这样子 就让我更去了解我的朋友 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好 这样子 就是透过这一种 因为我有测过排卡的一些测验这样子 然后我得出来的结果是 我可能有兴趣的是艺术产业 那因为我本身是学钢琴 所以我想要未来可以从事演唱会 乐手 people手这样子的梦想 去前进这样子 青少年的改变 应该就是我自己的社会的工作的价值 的信念的地方这样子 跟青少年在一起 应该是说每一次开班 看到他们的那个历程 其实他不会马上就会给你一些 立即性的改变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年来的布条 其实他就是用陪你 虽然那个陪是用陪力的陪 但是其实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在陪伴 就是青少年的旁边 陪他们一起面对就是就业上面的困境 而且不只是就业 其实生活上 其实他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其实就业只是一个 其中的小小议题而已 那青少年的角色 其实就是在他们的旁边 然后陪着他们一起面对这些 就是困境这样子 那我们一起来 阿湾 你好棒 他更有信心了一点 发表会中借由舞台剧演出 邀请现场来宾参与以职丫牌卡 激励剧中青年建立自信 街菜总会透过自我探索工作方 就业陪力班以及技能训练班等陪力课程 协助青年提升核心职能 获得正向就业经验 甚至引致工作机会 帮助青年顺利就业 我想习役而得着这一段话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陪力过程中 能够让他们拥有知识跟技能 那因为有知识跟技能 再加上陪伴之后 让他相信他真的能够把知识跟技能 给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花莲 我们有一个习役所这个理念 不是这个场域而已 是这个理念 我们希望复制到台湾各个地方 然后透过陪力这个时候 让他们参与建栏的时候 不是只是在做一个工作者 他实际上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说 希望说再把三创 所以创新创意跟创业 这样的理念 能够在未来这条路上 能够铺陈出来 68岁的单亲爸爸李先生 也分享当初独自拉拔两个小孩长大 幸好有借菜总会的支持 得以改善生活环境 现在他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执行长帮我找到西方医工团 因为我的环境实在很伤人不堪 然后我们执行长就帮我 建造到西方医工团 来帮我把整个环境 重修整修过去 现在总会这边有需要同工 刚好我能力所及 要需要帮忙做一些物资 对象都是一些弱势家庭 当然我接触到这方面 更能让我感受到 我们接触到我们这边的一些赛情 希望能够跟社区连结 能够提供最在地 也能够是最立即性的助人的行动 所以介菜总会期待的是 能够跟社区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助人网络 在这个助人网络里面 会存在着像李爸跟他的孩子一样的家庭 是需要我们能够去关怀跟深入发掘 而我们也会连结在社区里面的组织 学校甚至刚才李爸提到的教会 我们一起连结起来 一起提供这样子一个助人行动 那另外呢 我们也连结了像在座的每一个企业伙伴 我们的社区伙伴 还有相当多的公益平台 还有我们的任养人 资助人我们将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化为爱心的行动 进入到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芥菜总会推动三辅助人网 以福音辅助福利的方式 帮助青年翻转人生 也邀请各界参与青年赔利计划 帮助青年找到人生价值 青年不设限 给你翻转人生 给你翻转人生 初步估计至少有40人受骗 汇款金额超过500万元 该詐欺集团 假借网美名义 仿称合法投资公司 以高报酬 穩赚不赔等话数 诱骗投资 再变造高收益记录 让被害人信以为征 持续入金 若遇获利出金 需债缴交信托费用等比较延迟出金 至终无法完成交易 刑事局方面分析 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细腻 分别扮演假网美及假客服 以高报酬等话数 匡骗年轻网友入金 投资虚拟货币 结果却血本无归 一线机房的话 他会先进行在网络盗读 盗取网美的图片 他进行假IG帐号 来吸引被害人上台 那事后他们会互相加取LINE 那也会加二线机房客服的LINE 作为后端联系用途 那事后他们加LINE之后 他们会介绍各种投资方案 那会以高投资报酬率 赌赚不可等话数 诱骗被害人来投资 那事后的话 还会变造高收益记录 让被害人信以为征 他已经有获利这些金钱 让他持续入金来照片被害人 警方陆续逮捕经营假投资 各人机房的理性主嫌等三人 贩售人头卡的两名嫌犯 截取美女照片 制作网美图的人员及系统商等 共八人盗案 并依违反刑法诈欺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偵办 新市局方面提醒民众 投资一定要慎选管道 不要听信小道消息 及报酬明显不合理的投资话术 以免落入诈骗集团圈套得不偿失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这是9月22号晚上大护理倒入鸡水情况 由于近日台北市频频出现好大雨 立法员李燕秀特别邀急消费单位到现场会刊 当地大护理里长郭坤祥建议北市府 能否提早开启大护公园水扎门 让大护公园发挥自洪池功能 协助社区紧速宣泄积水 其实因为现在会积水的部分 基本上除了强降雨之外 雨量也是超过水沟的复合 那我的建议其实讲 我刚刚有跟水利处建议说 我们大护公园扎门的开启的机制 应该做重新的一个检讨跟修正 因为现在的雨量跟以前的雨量 确实在降雨的情况下实在讲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 因应现在的一个状况 然后做一些这个我们 认为可以改正的一个修正的一个部分 对此李燕秀也表示认同 李燕秀强调极端气候下 强降雨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 北市府应该因地质疑 紧速检讨评估各地水闸门开启时间 及时协助地方疏解排水压力 对于最近近期的全台北市 北部地区好大雨 里长特别刚才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就是对于水闸门的开放时间 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重新再检讨 每一个地方的落雨的 在短时间之内落雨的这个雨量 其实都不太一样 如果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机制 我觉得更应该提高警觉 那所以对于扎门的开放时间 应该要重新去做一个调整跟评估 另外李燕秀也呼吁北市府 针对集水区水沟输菌等相关措施 应该做到事权统一及责任厘清 让各单位在平日就能落实防灾工作 减少灾害发生 对于事权的统一的部分 就是说对于无论是集水区的沟渠 路面底下有一些集水区的沟渠 应该要纳入防汛期之前 每一次的重新清淤跟检讨 把事权再一次再厘清 那也加强 现在面临极端气候 短时间之内落雨都非常的大 不论是测沟也好 还是路面底下的集水区 应该更完整的去做好平常清淤的工作 那也进一步了解 底下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把这个集水区塞住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细节 但是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 后续的这个排水的状况 那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 人类也好面对许多的挑战 但是公务部门应该在第一时间 我们把应该可以避免 把极端极端气候降雨淹水的因素 降到最低 徽刊最后决议 情欢宝局立即前往处理 联通管线淤积 并厘清联通管线全责单位 另外也请水利处持续监控管线疏通后 是不是还有淹水情况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大安区区长郑玉峰 与台北市安和福伦社社长王群文 来到长者身边 逐一的向长者文猴握手 并自证礼金 大安区公所和台北市安和福伦社 连续16年举办大安传爱 关怀独居长者活动 准备丰富的礼品和礼金 帮助弱势的独居长者 也感谢区公所与福伦社举办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关怀 非常感谢 让我们心里面也觉得很温暖 还有传爱的每年 把这个爱传递下去 真的都很感动 这个特别不一样 而且礼物特别丰富 那个李干事 今天这么多礼物 就是礼物还有音乐 我们安和福伦社 每年都有敬老年金 其实市长上阵以来 对于商者照顾 他每次都非常用心 包括480点的一些放宽 我们知道老人Yoko480点 他一直要求社会局等等 要放宽这一块 另外他最重要 就是今年敬老礼金1500块 已经开始要发放了 各位好不好 好 真的这次啊 市长已经亏为8年了 各位8年没有拿到1500块了 这次 不论这都会叫 其实啊 1500块是怎样 是对长者的一个尊重 那另外今天也准备的 非常丰盛的 各位可以看到桌上 里面有现金1000块 每个赌金老人出席 在我们安而国人社的支持下 每个人有现金1000块 另外 在我们护政事务所 在我们二管会退金的资源下 有一些营养食品 还有工所准备的一个产制 所以说 今天是有吃又有拿 所以说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个 长者一个尊重 给一个关怀 那我们知道长者是我们 这个社会智慧财富的象征 那我们也做出了 表达我们的关怀以及尊敬 那我们安和福人社呢 每年呢 都会呢 提供一个 这个关怀金 来关注我们的 大恩区的一个长辈们 那希望他们都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呢不只是在于平常 更在于是我们这个 随时都要能够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 以及关怀他们 这一次我们也感谢我们其他的 各里的里长 尤其是我们二管的一个主委 他也提供丰富的一个赞助 那也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一个关怀 首先谢谢我们大恩区公所 每一年 刚刚听了主持人说 十六个年头 那个大恩区公所的坚持 还有安和福人社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公益的爱 这样永传是很难得 这也是代表我们大恩区 针对长者 独居的长者 有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二管只是尽了一点心意 来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希望说这份的爱 能持续的涌传下去 现场多位大恩区里长 都到场共襄盛举 大恩区群音里里长石中盛 还带领群音乐团 演奏优扬美妙的乐曲 搭配演唱耳熟能详的怀旧金曲 透过熟悉的旋律 让长者重温美好的青春记忆 群音乐团都是一些 爱好音乐退休的音乐人士 来组成的 那我想这些老师 各个来头不小 比如说像我们总监 是这个王金老师 他在南加州是赫赫有名的 那我想今天也看到我们今天的表演 跟这个整个阵容 那我们非常非常高兴 那有这个机会 主要就是我们把爱传给大家 我觉得我们现在 就是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乐意 主要就是说有这个机会 能做一些慈善的演出 那像我们常常 一个月大概两三次 到农家 到这个敬老院 从南到北奔波 去给他们做慈善演出 其实我们里面 法师里面就有很多的独居长辈 那现在因为老年的话 社会越来越严重 那很多独居的长者 他们在家里面 其实其实自己也不在身边 那都要靠像我们里长 每个月 每个礼拜我都定期了 去看里面老人家 那像我法师里面 独居老人就已经有 差不多 我将近一百多位 然后我是固定的 就是每天去陪他们聊天 像早上他们回来公园做的话 我就跑到公园去跟他们聊聊天 然后或是到我们家里面 如果他们的生活起居 也需要什么协助的 所以我就把他们 当自己的长辈一样 除了有精彩的音乐 与歌唱演出 现场还设置健康照护 防灾教育等多样宣导摊位 提供血压测量服务 为长者健康把关 也设计防灾宣导小游戏 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大安区公所希望透过 结合公司部门资源 加强对弱势独居长者的照顾 也鼓励长者多多参与活动 让身心灵越来越健康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导 中华民国爱盲协会理事长 吴建良指出 110年全民健康保险医疗统计 结果显示 我国约有690万人 因眼科疾病就诊 较去年增加约11万人 平均每三人约有一人 因势力问题就医 全胎50岁以上就医人口中 约45%有势力问题 其中约30%居住在 非六都的乡村地区 吴建良表示 偏乡长辈因为医疗资源有限 导致对黄斑部病变的检查 和治疗较为消极 那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爱马其他 就是吸守这个台湾博士 还有我们邀请我们 微教大使的坡子以前 就是我们的时候研究 就是我们爱的这个医疗距离 因爱变得靠近 就是眼睛的医疗距离 可以因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爱情 让它变得靠近 就希望能够在天江去做一个筛检 我们最近第一站可能是在台东的一个长冰 我们下个月会在长冰 将做这个疫诊的服务 我们也会准备这个OCT 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检查医器 然后把病患找到现场来 来做 来做 帮他们能够早一点去发现 因为早期治疗才是一个治疗效果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 最重要的因素 那刚刚讲 这个黄斑部势力小孩 其实有时候他势力的强盗 因为当他初学的时候 视力只可以一下掉到都看不到 那这个会威胁到我们的视力健康 黄斑部势力是 如果我们看视力障碍 视力障碍是指说 我们视力大概在0.5以下 就差不多是轻度视障 这里面大概四个人就有一个是黄斑部势力 那如果我们讲失明 就是说你最大的视镖都看不到 那这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是黄斑部势力 所以黄斑部势力是我们视力 视力不良 视力失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特别是如果是以开发国家 他才是失明的人苦的第一名 那我们有几个疾病 一个是老化 叫失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部退化疾病 那简单叫NAMD 就是一个老化造成的 那这个其中还有一个类型叫做 在我们台湾比较多 亚洲比较多的这个叫做PCD 叫做多足心黄斑部血管病变性的 黄斑部变 那这两个都是跟老化有关系的 另外有一个跟可能年龄成有的时候更年轻 就是跟血糖的问题 如果糖尿病控制不好 他会有糖尿病的黄斑部水肿 叫DMD 那这三个疾病 它的特色都是因为有一些不正常的血管 然后造成黄斑部的一个水肿出血 这些问题 那这个就会造成人的势力受损 那我们可以想说黄斑部这个病变 有点像你 大概这个存在很多钱去买这个房子 有硬气不好买到一个漏水屋 那在这堆子漏水 刚开始可能就漏 有点这个潮湿啊 出现有点病癌 但你问题不好好的去给它处理 那房子那个墙壁变得干燥 那就可能最后可能会有结构的问题 在眼睛上面就是 好像你就变成一个永久的势力受损 甚至失眠的状况 那虽然说我们在做这个 在做一些统计上 我们的黄斑部的一个白皮书 那这个里面大家认为说 去问的这个一般的民众 这个病患来问他们 他们百分之九成的人都觉得 我们要规律治疗很重要 但是事实上呢 他们这个感应上面是说 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做到好好的 规律的回神 那这个这个没有规律回神 你有可能就错过 下一次应该打针的时候 没有去做治疗 然后可能就造成结痂 造成势力的永久受损这样 艾芒协会携手台湾罗氏 邀请艺人郭子乾 担任卫教大使 期盼用艾德力量 募集血界产界的志工与资源 举办全台偏乡公益 黄斑部病变免费筛检活动 让患者可以早期发现即时治疗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有家属 这个是黄斑部病变的患者 比如说是您的岳母 是我的岳母 他当时是怎么发现的 那当他发现的时候 他应该会 是不是有点害怕 很害怕 他大概十几年前 快二十年前 然后突然眼睛 他说他视力 急速的退化 急速的退化 我们并没有太在意 只觉得说他可能是近视 结果拖了不过半年 我们带他去眼科检查 才发现他是黄斑部病变 那我们就吓一跳 半年 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问题 不晓得 以为是视力急速的退化 老花 有没有去换眼镜 重配之类的 没有 就是直接检查 了解 他知道之后心情怎么样 他当然就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说怎么会这样 一几年再带孙 带到这里好 这事例怎么办 这就会自怨自爱 有担心 有没有看到 资讯Google 说这个失明还是什么 应该心情就是忧郁或什么 有有 因为我们也不大敢 让大家知道 我们后面去深入了解 才知道 黄斑部病变好像是绝症 他这个就是 好像眼睛就会一层一层盖下来 盖下 最后他就是前面一层 绑住 他就看不到 对 因为我们只能尽早阻止他恶化 是 那右眼总是觉得比较弱势 那在110年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看门诊的时候 因为我时常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看荧幕 结果发现奇怪 怎么自己变小了 然后那个荧幕 变成内凹 那我就知道说 可能黄斑部病变了 因为我本身是医师 所以这个基本的尝试是有了 那赶快找眼科医师检查 那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那个光学的电脑断层 还有血管摄影 发现是有黄斑部水种 根据我的症状 我想大概是比较初期 还好这个早期发现 因为黄斑水种做了电脑断层摄影 跟那个血管摄影 还是算是比较初度的变化 除了提供免费筛 让民众知道自己是否罹患 黄斑部病变外 能在疗程初期建立治疗信心 也有助提升患者积极度 今年起健保给付新一代 双肌转眼内注射药物 相较于颈控制一个致病原因 患者更有机会更快达到 良好的疾病控制 改善生活品质 可打造疗效与便利性兼具的疗程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可以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云南基隆市政参容 现场是基隆市南融公墓生命点藏馆 新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 除了市长谢国良亲自担任主机关 参与动土之外 许多议员也到场参加 显示这个生命点藏馆的议题 受到许多基层民众的关注 我想这一次这个能够飙出去 然后未来能够顺利的要来完工 而且品质要合乎民众的这个满意 我们未来的监造工是非常的重要 再次跟你表示感谢跟肯托 能够在未来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圆满 来在原地做重建 再经过了相关的一致动作 把原来纳古塔里面的骨灰坛 骨灰罐以及林卫移到战志区之后 谢谢我们所有民众 以及纳古塔原有的这些先人的家人的体量 我们总算在今天9月25号来做动工的动作 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值的来完成 能够在未来完成之后 优先把战志区的先人 能够移回来我们的生命典藏馆 再接受基隆市市民的购买 来参与我们生命典藏馆里面相关的设施 那这个工程希望能够圆满顺利 典礼现场除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云祥 还有代表议长的江志强秘书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何淑平 陈君佐 吕美玲 张之豪 施伟正跟陈冠宇等辅会贵宾 都共同参与这个开工动土典礼 对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就是 这个生命典藏馆在林又昌时代 就开始规划了 那也经历过革命11次 因为这是开玩笑的 就是第11次的都省才通过 在水保的整个就是规划 那今天非常的就是还是祝福我们 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这个案子 终于今天开始动土了 我们都知道说动土如受孕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 那未来我想这个是我们基隆市民的 新的一个就是福祉嘛 那也希望说这个七成能够顺利圆满 我在想我们传统中国人 对于这个纳古塔的存放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是 关系着一个家族的心衰 因此呢纳古塔成立以后 我希望能够针对基隆市民为主 而且在这个款项方面的话 也能够以比较优惠或福利的方式 来给我们基隆市民所使用 尤其对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 应该更给予更优惠或甚至免费 这个我希望呢市政府能够针对这一点 来作为考量 因为我们等待这个生命典藏馆 其实也是等待好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相信今天终于开工了 我们也是引颈期盼之后终于发生了 那我相信我们市民最希望的就是 尽快的完成 因为呢很多市民其实之前 为了要动土之前 就其实很多的这个祖先 很多都已经先签出来 那在外面其实 本来就是一个成本负担 那当然 其实自己的亲属 至亲 就是 流散在外放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也是大家心里也不会安 所以希望说 这边可以尽速的完工 那就可以尽速的把自己的至亲好友 再签回来 那我觉得这个还给大家一个安心 让我们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到这里 慎重追远 这是很重要的 很开心 今天我们的基隆生命典藏馆 终于在今天动土 那我想这是全体基隆市民 引颈期盼的一项工程 因为这里有许多 我们基隆市民的这个祖先 以及他们的仙人 目前都安宁放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年久失修 需要尽快找到建商来处理 那终于在现在 能够顺利的进到 动土典礼这个进程 我想对于基隆市民来说 应该是会很期待 后续工程的发展 也祝福基隆市政府 在这个生命典藏馆 这里能够顺利圆满完工 然后提供更多基隆市民 一个好的追思的场所 很认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南荣公墓 里厅的使用的次数 其实是真的越来越多 真的也有不少的民众 不管是在反映里厅的 里厅的是有些设备要更新 要改建 甚至数量的问题等等 包含小灵堂数量等等 那其实那终究会涉及到 是在市府捉襟建筹的土地底下 怎么更有效的利用 所以这个生命典藏馆 新建工程 它不只是未来让 要让先人可以更加的 就是安住在这边 也希望它可以同时回应 家属长期的期待 资讯公开透明 进度公开透明 但也更期待 透过这次的清障 让整个城市发展 有更有转机 生命典藏馆工程 预定在116年完工启用 参与的贵宾 共同祝福 这个工程顺利圆满 也期许这个生命典藏馆 能够更加便利 扫墓民众 慎重追远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天道还没亮 十多位马拉松跑者 开始试跑 帮忙检测 道路安全 基隆首次城市马拉松 将在10月6日登场 估计超过3000多位 热爱路跑民众参加 而因参加人潮 台铁已经通知 10月6日将加开1302班次列车 特别感谢台铁公司 他们为了这一次的赛事 加开了一班1302班次 从树林4点40分发车 到了基隆才5点47分 所以出站之后啊 步行大概三分钟就到会场了 非常感谢 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 应用这一班的大众运输工具 外线市的跑者 来我们的会场的时候 如果用这根交通工具 能够更环保 更能够节省时间 基隆城市扮成马拉松 将分成21、10及3公里 三个组别 起跑从基隆国门广场出发 沿途经过海洋广场 港屋大楼 中正路 长荣桂冠酒店折返 再前往中华路 协和发电厂 文明路 湖海路 最后到喵喵咖啡 圆环折返 沿途风光明媚 不少报名选手都很期待 在城市的道路里面奔跑 那也希望来自全国的朋友们 能够认识基隆 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烈的参与 恭喜参赛的选手 也希望能够破自己的PB 拿到最好的成绩 那也要期待未能参加赛事的跑者们 但是希望能够来为我们的跑者加油打气 并且期待下一次我们金融市政府 能够再次的举办 然后让没有办法参加的跑者 能够在下一次的时候 也能够来得到参赛的机会 这条规划路线沿途有山海美景 对于跑者来说是一次很棒体验 主办单位好马长跑协会 最近加紧进行团练 也邀请在地的跑者共同加入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长大之后 各个人也因为价值观 非常的相像 连吃东西的口味都一样 一对一对的新人 步入婚礼现场 接受大家祝福 你将是我这一生中 你将生活在你身上 最重要的王子与公主 金融市政府 113年四明联合婚礼 将在10月24号举行 今年首度一次到外木山 海星泳水停车场 结合了海景山景 要打造别出心裁的婚礼体验 我们今年度走的是 海岛婚礼的一个形态 我们希望金融市的新人好朋友们 都可以从即日起到10月7号 踊跃的报名 整个报名的限额是50对 请各位可以恰金融市政府 名正处脸书的粉砖 那这次的奖品非常丰富 包括有石墨烯的双人的床主 还有我们的粉红气泡酒 玫瑰色的大铜电锅等 更有摸彩的活动 最大的奖项 可以招待我们新人一队 到我们邮轮 来参加邮轮的旅游 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单身礼仪活动 各区的护震事务所 都有布置浪漫又特别的背景 让登记完婚的新人拍照留念 而今年的联合婚礼 限额50对新人 采取线上报名 现在的年轻朋友都为了自己终身大事 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 当然有许多的民众会选择 来参加我们的集团结婚 叫联合婚礼 也会到我们的护震事务所来登记 其实这个共同性是 我们在护震事务所可以预约 在我们集团联合结婚当天 可以拿到您刚新出炉的身份证 写上夫妻的名字 现场就会由我们市政府的市长长官 来颁证给你这张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次 身份证的更新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到护震事务所 每个护震事务所都有非常漂亮的 拍照背板打卡景点 基隆市政府化身成人间月老 鼓励市民朋友参加联合婚礼 主要一方涉及在基隆或者在基隆工作 报名成功 除了可以获得新人贺礼 还有机会抽中豪华邮轮 五日邮大奖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导 前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看着摇摇欲坠的栏杆绑着黄色警戒绳 另外一头同样也绑着警戒绳 警告民众不要触碰和进入 蔡旺连苦笑指出 有人就说这样好像刑案现场 另外像是大门口籍周遭 原先都铺有小小的鹅卵石 便利民众按摩脚底使用 也因为年代久远 脱落损坏 散落一地 健康步道变成了碎石场 我们有的人都会脱下来 这样子走 这是健康步道 这个是 但是他这个就不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因为你这么粗 有的人会受不了 他会赶快移到这个 比较细一点的 其实这里是基隆市第二大公园 百福公园 公园里面的邮据 也因为年代久远 财光光 蔡旺连表示 在前市政府时期 原本已经规划重新整建 不料市长谢国良主政后 中央政府补助款突然缩减 导致原计划停止 虽然不是现任市政府的问题 不过面对日渐破旧的百福公园 蔡旺连大声疾呼 市政府应该立刻先规划整建公园区 至于公园里面同样逐渐老旧的建物水样会馆区 未来再规划 不需要两者同时并行 才能缩减百福公园重申的时间 唐吉一直在延待 一直在延待 我们现在使用率很高的民众 我们的选民乡亲 大家一直在抱怨 抱怨说百福公园为什么烂摊子摆在那边 夏天来这边稍微做休闲做活动 早上一大早来做活动 有时候还有发现蛇类在这边出没 非常危险 所以我一直在吉利 这一次我有跟市长建议过 市长也非常的希望说 我们百福公园现在现有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实施 包括我们的睡时健康步道也好 我们的儿童游乐设施更新也好 还有我们的篮球场的地面刨整治也好 这个都一并 我们现在要先动起来 不要等整个预算下来以后 才要来做一个全部更新 那个时间会拖很久很久 这个是不得体的啦 我还会在建议市政府 一定要做一并的考量 不要跟水样一并合在一起 蔡旺连指出公园里面属于BOT的水样会馆建物 最近营运负责人换人 会馆建物也已经老旧 如果市政府要一并把水样会馆区 和公园区两者合并规划整件 只怕骑程越拖越久 旷日废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 营养化碳重结者 - 那个角提醒您 - 无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 三 敢用电热水器 - 那个角祝福您 - 洗澡通风保安康 -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 强力查期 -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 盗版业者行为 -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 营养化碳终结者 - 能口奖提醒您 -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 三 敢用电热水器 - 能口奖祝福您 - 洗澡通风保安康 - 酒驾罚很大 -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 再犯才累计加重 - 罚款无上限 -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 三 酒驾在犯 - 聚检及聚策在犯 -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 没入该车辆 - 四 酒驾重新考照 -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 或酒饮治疗 - 不得再申请考照 -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 酒驾零容院 -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 强力查期 -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 合50万元罚金 -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 盗版业者行为 -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 有任何的罚则 -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 支持影视产业